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从10月中开始我一直是看好美国石油 那这中间的起伏也非常大 从52美元一路冲高到59美元 之后又回落到了现在的56 那么我们还是应该继续看好这个石油吗 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那么油价是我在今年最后三个月 也是2018年长期看好的一个产品 其是其主要原因 除了我本人之前说到的油价 从过去的三年一个下跌中逐渐恢复以来 除此之外 更加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的全球的经济正在逐步的复苏 随着经济的逐步起色 那么经济活动以及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 也将会增加 所以所谓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 不用30年 只用10年时间 铁矿石也好 这个铜也好 油也好 这些生产资源呢 已经逐步的从前几年的低谷开始了 慢慢回升 那么我们知道呢 如果从这个技术图形来看也是一样 油价呢 在2014年曾经到达过呢106美元一桶 之后呢 一路下跌 在2016年年初最低是跌到了不到30美元 后来呢 也出现过几轮上涨 那目前呢 油价很明显的是已经在底部出现了一个横盘 但是现在第一次上涨 突破了大约是56美元 57美元呢 突破到59 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应该来说呢 应该是很正常的 毕竟三年也没有首次突破了这个关键性的周线级别指标 第一次突破通常来说都不会成功 那么如果第二次再去突破这个高点大约是59之后 那我们相信呢 它未来啊 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但是第二次突破肯定比第一次突破可能性将会更大 那么另外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呢 随着经济的好者 我们刚才说到呢 生产资源价格会上涨 但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个物价我或者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啊 也会上升 通货膨胀上升 那么在通胀里面衡量通胀一个关键性因素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啊 这个我们加油时的那个油价啊 那么如果通胀未来逐步缓慢上升 毫无疑问的是呢 占据通货膨胀数据统计里面一大块的这个油 其价格也必将随之而上啊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判断这个油到底是上还是下痕 是一个关键性因素 就是看现在全球的经济 当经济油好变为差时 对于油价的需求会下降 那么油差转为好的时候呢 未来对于石油的需求也将会逐步提高 毕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通货膨胀 每年都在让美元或者让钱变得不值钱 因此在几十年前油价20美元30美元一桶 到现在70美元80美元最高到130美元 然后再回落到20美元30美元 但是我们知道以实际购买量购买力来说啊 如果以美元计价油价呢 其实应该大约是正常价格在70至80之间 所以说随着油价从底部开始慢慢反弹 我们相信在2018年 石油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可以长期考虑的产品 那只是呢 现在可能是下跌比较多 大家呢暂时不用急于潮底 急于潮底啊 我们可以参考的价格有两种 一个呢是在短线中啊 这是长线图 短线里重新爬回到56块6毛钱以上 可以少量建仓 或者更加保险一些 就是第二次打破之前的高点 大约是在59美元之后再去进场 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这是两种不同的进场方式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对这个石油的一个评论 今天晚上在大约是12点30分 我们知道美国会发布每周一次的失业金统计人数 那么再到了澳洲时间晚上凌晨三点 中国时间晚上12点钟 欧洲央行主行长也会发表讲话 所以今晚呢 其实呢对于欧元来说的变化应该会比较大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